杠零提拉是怎样毁掉你的肩膀的 从动作的整体收衣上来看 确实是个好动作 翻语的肌肉多 能用的重量大 动作形成也足够长 但是不难发现在动作的上拉过程中 大臂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在内旋的情况下上提的 那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来 看书 这个就是我们肩膀的大致结构 手臂跟肩膀连着的地方是有空隙的 真是这个空隙允许了我们把手臂抬起来 抬起来的过程中 这个空隙也会慢慢变小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手臂是内旋的 弓骨头就会跟肩胛骨的伤外则发生撞击 老是这么撞的话 肩膀不就容易受伤了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肩锋撞击 那这个动作是不是就不能做了呢 也不一定 咱们可以改良一下 卧具有窄边宽 提拉过程中手臂做一个外旋 让杠零与肩起平 为啥呢 当杠零低于肩膀的时候 大臂是内旋呢 还是会撞击 但是起平的时候不就是外旋了吗 外旋内旋应该理解了吧 所以咱们这么做呢 就是为了让手臂处在一个相对外旋的状态 让弓骨头绕开肩锋 这样就不容易发生撞击了 再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 好 现在我要求你大臂内旋举过头顶 举得上去吗 举不上去的 但咱们把手臂外旋 哎 长同无阻了 就都是这么个道理 再回到杠零提拉 如果你怎么改肩膀都不舒服 那就不要做了 还有很多小伙伴会问 提拉过程中斜方太酸了怎么办 那我认为杠零提拉做一个多关节复合动作 相比于侧品举 它肯定会有更多肌肉参与 就像你在做平板 我得不可能只有胸在发力吧 只要你能让肩膀主导发力 斜方酸二头酸 我认为算不上问题 为啥想起来讲这个呢 因为最近在健身房 我看到好多人这样做 但是咱也不好上去指指点点 毕竟咱练的也一般嘛 哎 默默发个视频吧 我不允许你肩还没练出来 就把自己玩废了